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次的五间总结,我是林子彤 这个时候先看看内地和本国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偏远,但跌幅没有港股那么深 沪深300指数跌0.4% 上证纵入指数跌大约0.3% 深证成分指数跌0.5%左右 创业板指数跌大约1% 港股方面跌幅比较深 暂时恒指中午收市跌超过1% 跌476.60,30568点 国企指数跌幅更大,跌近2% 中午收市博安2193点,跌235点 大市半日成交601亿 这个环节请来Stanley和我们谈谈 你好,Stanley,你好 今天市场主要是怕贸易战会一触即发 美股昨天已再跌超过1% 港股今早做,都被拖累 跌大约500点左右 最多是下午收市跌幅收窄 但相对美股来说 港股这个调整又算不算很厉害呢? 现在特朗普就说 会对进口的美国女和钢材 征收1-2%的关税 港股口响了 但他就算是美国本土的自己有 例如纽约联署局局长 都是说可能会有一个不太好的情况 但是会不会接近 特朗普都会缩一缩 关税的税率不会像他今次说 港股会加一成或者两成半呢? 我先说回后者 这两天是很关键的 因为特朗普他都对我宣布了 星期一就会正式公布 兼且会推出这一件事 所以你看到这两天的时间 看看他身边的幕僚 甚至乎其他商界的精英代表 有没有机会让他回心转意 但这件事我觉得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这次你可以说 特朗普上了场之后 其实他做了很多的政策措施 是真的可以说在对外那方面 是形成了很多比较负面的情况 你说这次这件事会不会触发到外面 可能你说欧洲的一些地方 一些国家 真的有群起而攻之 你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说这件事呢 你见到欧洲那边 熔克都马上出来 进入一个很大的反应 你可以说是独白的姿态 但问题是 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 这样做的时间 会形成了一个现象 大家比较担心 就是说究竟这个迷战 会变成真的会发生 因为现在 如果纯粹以降材给他看的话 那个影响 按道理就不会真是很厉害的 但这个情况这个做法 是跟现在我们说是全球化 在背道而似的 全球化其实在某程度上就是说 希望大家的成本 可以说是降低 但他会想利用自己的强悍 但是他这样做 这个是将以往很多 可能是一代人的一些努力的升勤 全部都推翻了 所以这件事反而大家要留意 就是说网上那个演化的情况 如果你单单说干财的话 说真的 我相信 你说真的叫做其他地区 输入去美国的降财的量 可能未必真的说十分之多 欧洲可能会多一些 但中国不多 中国可能占港一成多了 其实不多 就是你可以说 那个影响的意义 暂时看下去 其实是不大 但是背后出来的 演化出来的情况是很恶劣的 还有就是说 特朗普 虽然你可以说 他现在是叫做 因为当日去竞选的时间 有讲过这些东西 接着做 这个可以说是实践 当日有些承诺 但是他这个做法 大家想一想 其实你会发现到 他那些是不太合乎一个常理 为什么呢 你想想 特朗普 他现在说自己的税改 还有税改之后 就会搞很多基建 什么建围场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假设 你现在这样做的话 变相 令到那些钢材格格 是急升的 就是会上去的 那你这么计算 就是说你所做的基建 你的围场 其实有成本 又升上去的 还有这一件事 再延伸出去的时间 又会引发什么呢 有没有通胀 所以其实现在做这一步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或者是想清楚 但是问题是 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其实背后 就是引发出来的 那个效应 是可以很厉害的 还有不要忘记 你做完之后 其他国家 会不会真的 带着有些 叫做保护政策 会出来呢 这一刻就会很麻烦 再何况就是 你看回 如果你解释 刚才的价格升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呢 现在所有的汽车 甚至乎你飞机 怎样都好 都说少说 会用到这些资源 所以你看到昨晚的时间 美国那边的货币股是涨的 但是反过来 那些制造业的股份 甚至波音都是跌的 就是昨晚美股的大跌 最主要就是 波音的股价 都是涨了下去 所以到现身回来 你说香港这一边 其实你没有的 你说气氛上面 都令到股价 就是市场 反而真的叫做差了 还有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其实变相就是 全球的经济 那个增速 有机会因为这样而放慢 那个牵连都可以说 真的比较大 所以今天没有 港股都是跟着跌的 还有 都说了少少 美股其实不经不过 这三天的时间 跌了1100点 好像过去这两年的时间 是没试过 这两年来 就是说 连续三天下跌 而每月的跌幅 只有百分之一 没试过 所以你说市况 是有些转差了 还有 都是重新回来 我都是那句的 如果以反对港股来计 其实内地股市 反而我不太害怕 因为内地现在叫做内地 又快要开会 在一些维稳的措施之下 你的市场按道理 不会有点差 即是你跌也好 跌幅会不大 你说北水那边 那样看得到 都开始又流回来 问题不大 但问题就是说 我都是看不通美股的状况 其实自从那次大地元之后 每一次做节目 我都说 我看不通美股 所以基于这个因素之下 我对于后市的看法 还是比较审慎 而港股这方面 我觉得 如果假设 特朗普一意孤行 要这样做的时候 我相信港股 是有机会再试一试 三文点这些位置 好了 听完你这么说 是不是都正如纽约联署主席 那里说 保护主义真是死了一条 看来 绝对是 我真的觉得 现在他这样做 又怎样跟现代社会 其实是不应该这样做 还有你做这一步 其实你是选人不利己 其实我都不知道去搞哪一步 不过 我相信大家都有共鸣 就是说特朗普上了场之后 很多事情都不是很合逻辑 没错 但又想问回 今天 刚才也说到 关税是针对女或者港财 但是本港上市的相关板块 或者相关股份 其实影响又有没有那么大呢 他们多不多出过去美国 看回今天股份都是跌的 但是跌幅都是2% 或者1% 1%左右 其实不是多的 可能中国的铝业也不是跌很多 跌百分之1.4% 为什么呢 都解释一下 因为你说真是内地的钢材 输去美国的话 其实战比应该真的不大 我想一成两座真的不多 因为之前有看回 个别公司那些业绩的话 你看到他们 输出去国外市场 其实是不大的 为什么呢 亦都可以解释一下 因为本身 中国的技术 又不是算真的好 都是做了我们的原材料那些 技术上又不算好 真的好高 还有就是说 我们的市场这么大 都自己都消化了 出口去外面 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政策本身 对于你说的影响 是不太显著 不过问题是 有些叫 之后会出现 演化了什么局面 就是说 没有的 你那些外面的价格升了上来 你落地的价格 都会自然会升温 但是连带之下 整个工业 甚至经济状况 会被他因此而有些叫 就是要整亂了 这下是否比较上 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好啊 大家可以留意着 特朗普最新的说法 下个星期都要留意着 他会不会就关税这一边 又进一步的言论 是 会说 都要谢谢Stanley 这么详细的分析 Stanley 有没有持有上述 提及的股份 都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Stanley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回来再见